解開你的困惑 化解你的煩惱 潘朵拉心情BOSS 帶你探討不同的心靈世界 大家好 我是鍾博 大家好 我是NICO NICO 你這次真的是 公英都回來 真的 你沒看今天穿這樣 我是他們過年的時針穿這樣 你知道嗎 我知道 你就是請這樣去尼泊爾嗎 沒有 我去到這裡這樣 你這次從尼泊爾回來 我相信你不但在那邊見證到很多神機 看到很多殊勝的事情 也帶來了很多的我們講的 聖物法器加持等等 但是我記得那邊應該有很多地方 沒有這麼容易去吧 是 其實你一般自己去觀光 去的地方大概就是走馬看花 還有一些點是不能去的 那我們這次是因為剛好有特別的人帶我們去 所以有很多其實平常是你不可能看得到 也不可能進去的 或者也不能沒有打開 讓你在裡面修法的 就是我們都去了 真的 難怪我們都說NICO你是女神 真的嗎 因為只有你做得到 而且他們這次所帶回來的很多的聖物 法器 他給我們現場很多的來賓 都帶來了很多生命的改變 帶來很多正面的能量 首先我們就先來歡迎我們的第一位來賓 資深媒體人 年長玉 年傑 大家好 大家好 恭喜發財 對 年傑近幾年開始研究風水及財神 改變了環境擺設之後 他開運的成果令他相當滿意 第二位則是Tony 尼泊爾的貴族 Tony對尼泊爾文化相當了解 擅長描繪佛像 專長建築規劃設計 第三位 陳新妍 新妍是年輕就發財的小織女 以前我在購物台也常遇到她 遇到財神之後 新妍事業從平凡中大翻轉 好 看完了我們這些來賓 真的 NICO 我看到了Tony 我一開始就覺得 Tony他給我的感覺 他就是跟我們所說的這些 你補我的不管是這些神 佛 特別有這樣的緣分 真的 聽說 因為他事實上是個建築設計師 結果他今天在節目中 對 聽說你帶來了一個聖物 這是什麼 這是我們的Tony 在這一次的節目中 要送給我們的 你來看看 真的嗎 來 哇 好大喔 真的 不是 這是Tony帶來送給我們 這是Tony親自一筆一畫這樣子 整個畫下來的 Tony 這不是你帶來而已 這是你畫的 輕畫的 很厲害吧 難怪我剛剛就說我覺得 台寶天王 台寶天王 這個台寶天王 對 加五座財神 加五座財神 這個花多長的時間 對 多長的時間 這個大概花了一個月的時間 大概每天八個小時的時間 每天八個小時花一個月 斜斜的舉 還有下面 真的 真的 為什麼你的修為 可以到這樣子的境界 而且不可思議是 你看它的配比 有沒有 你在畫這裡的時候 你怎麼知道要配哪些 所以是不是要先都要定好位置 沒錯的 就是完全平的那個感覺 一次定到位 對 哇 你看 那一筆畫錯整個就完了 對對對 要問問看我們Tony 你自己本身是怎麼樣接觸這個 尼伯爾 怎麼跟尼伯爾別緣 你怎麼到這種勘戰 我大概講一下 我的那個學佛的過程 我在原來上在高中的時候 我就接觸到尼伯爾法 那時候呢 早期的那個 那個車站仁波切 來到台灣的時候呢 我就跟她學 然後呢 因為特殊的姻緣 因為要追求這個密教的法 那我又到了尼伯爾去 到尼伯爾去的時候呢 我就 因為各種姻緣的時候 就是跟我老婆認識 我老婆是尼伯爾的貴族 所以因為這個姻緣結識之後呢 我對 因為他們家族對尼伯爾法 的地位非常高 所以呢 我接觸到非常大的 仁波切法王級的人物 所以我跟隨他們一陣子呢 在遣修佛法 從最基本的 是家行一事道部上 瑜伽布 所以因為有這種關係呢 所以我對尼伯爾非常了解 那我自己在 所謂唐卡的部分呢 原則上 這是我們修行的一個部分 那原則上呢 唐卡的目的呢 是讓我們便於觀想的 而且它可以在 很定的狀態之下呢 讓自己的身體呢 產生一種 很平靜的狀態 喜悠 所以喜悠跟快樂 所以呢 我在那個過程中呢 算是我的修行的一部分 那我在裡面也獲得 非常多的一種感受 所以我每次都會用 那個什麼 繪畫唐卡呢 來敬我的心 對 因為這種關係 然後因為認識的關係 然後因為這次也認識了仁波切 因為仁波切跟我是同一個上司嘛 然後我們跟兄弟一樣 所以呢 認識了仁波切 仁波切是 葛羅人真仁波切呢 他是台灣 非常聚的一個上司 非常少有的 他有交三年三個月 逼官 他在學習過程裡面 都非常如法 所以那時候我的上司 就建議我 就來台灣先進 葛羅人真仁波切 因為這樣的因緣呢 所以我對密法的東西呢 他是 我是非常了解 那基本上 我自己本身是從事建築物 跟規劃設計的部分 所以呢 我在全世界的地方跑來跑去 可是我每年固定有兩三次 我都回到尼泊爾去充電 這是已經持續了十幾年的東西 所以我跟密法 一直有那個因緣存在 是這樣子 那尼泊爾人到底最喜歡 他們一般都比較 最喜歡請的是什麼樣的神仇啊 基本上尼泊爾請的最多的就是 除了度母之外呢 應該就是皇才神 皇才神 因為有一個典故 就是皇才神那時候呢 釋迦摩尼佛在明舊山要講大奔若金的時候呢 那時候非常多的妖魔鬼怪來提管 那時候來提管的時候呢 整個山崩啊 還有很多石頭砸向那個釋迦摩尼佛 結果呢 皇才神就率了他的布卷跑出來 保護了釋迦摩尼佛 然後也受了釋迦摩尼佛感召 然後皇才神就發怨了說 如果我在未來的時候呢 我要讓這些人富有 而且能夠接觸佛法 所以呢他就順理成章的成為 那個佛教裡面的一個非常大的一個 財神富華 所以最多的是皇才神 講到這個皇才神啊 心妍就很熟了 為什麼呢 心妍啊 是我在購物台認識的好朋友 心妍一說他以前在做這個購物台啊 在這些做業績的時候 哇 才神 聽說你自己在這方面也有感應 對 因為像才神的部分來講的話呢 因為最主要是 當初自己是為了要轉換工作跑道 然後當然是需要有多一點 這方面的助力的這個時候的話 那就是一定要來請才神來幫我們忙 那因為最主要 自己還有在背房貸的部分嘛 當然希望能夠 不但是要能夠短時間之內 趕快賺進來 那也要能夠存下來 那所以有去做這方面 也有請才神 那結果呢 然後大概是三個月之後左右 你就會發現喔 原本的一些的逆境啊 因為不好的狀況 慢慢開始就有了一些轉化跟變化 然後最主要是 會有一些好的機運 好的機緣 好的貴人來幫助 就是改變很快耶 對 那年姊 我想喔 你這個虔誠的程度 絕對是我們現場 居灌 因為你直接穿黃的 是啊 那年姊分享一下 這就是黃財神 你知道嗎 我看我所有的衣服裡面 我後來仔細看了一下 黃色在一半以上 然後呢 因為我以前都不信這個鞋 就是說 哎呀 有什麼關係嘛 這個 然後直到 到了這個年紀 到這個貪圖 才知道說 你一定要講究 一定要注意 一定要 要信這個事情 是 那你知道嗎 除了財神 黃財神 還有你的顏色 還有你的風水 還有你的財運 我覺得 那個並不是說 你這樣 我剛剛有看到我們的 NICO女神 帶了大包小包的紀念品 從尼泊爾遠渡重陽回來的 想也知道 這一定是要跟觀眾朋友結緣的嘛 而且既然講到財神 一定跟賺錢有關 廣告之後回來 我們再來跟觀眾朋友 一起分享 歡迎回到 潘朵拉心情BOX 剛剛一聽到 講到財神 大家就很開心 因為財神舉起 要賺錢的嘛 對 而且像年姐這麼資深 也是深信不疑 尼姐 我相信一定是跟你的採訪生涯 看過 很多人拜財神 探達極無關嘛 巨星啊 什麼之類的 我跟你講 所有人都愛財神 都拜財神 都敬財神 終究有一個很特別的例子 一定不能不提 為什麼 你知道嗎 前幾年有一個 我們B咖天后 彩華姐 王彩華 他現在還能叫B咖嗎 不行了呀 當然 就是中間發生了一件事情 他就是說 因為以前一直 再怎麼努力以後 很便宜嘛 都是B咖啊 忙得要是每年 他就賺了一些 後來他覺得說 是不是要改變 是不是有個什麼東西 沒有衝過去 他就去尼泊爾 就去拜拜 然後他碰到了 這個達賴喇嘛 加持之後 他後來回來想說 那我覺得很舒服 他在家裡 你知道嗎 他就把家裡 弄了一個佛堂 這個佛堂裡面的 所有的東西啊 就是說包括 他要拜的東西啊 陳色啊 都是從尼泊爾去請的 還等了一年多 然後慢慢慢慢的 請回來 中間有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黃財神 要請回來了 對 他請回來之後呢 每天拜喔 拜的時候呢 要念108遍的 就是那個 財神咒 財神咒 每天要這樣子 非常非常虔誠 那他其實講說 他其實 並不是說 一直講說 我要賺錢 不是這樣子 一直求這個事情 而是說 在念這個財神咒的時候 他就心裡就很平靜 很平靜 然後念完之後呢 就很有力量 就覺得 我怕你 很有精神 很有勇氣 然後就出去拼 就真的很順 其實他到目前為止 他還是維持 每天這樣的習慣 每天拜 每天唸108遍 對 他真的很謙誠 越來越順 越來越順 所以他認為說 其實這個 包括他這個 求這個黃財神 回來之後 然後在家裡 這個過程 是讓他轉變 現在 你不能說 他是A咖天后 但是已經是A咖了 而且他的那個酬勞 還有很多的活動費用 是一直在水漲 船高當中 真的 其實 他真的是一個 很特別的 就是說 在中年 也不能說中年 船高是中年 轉育 對 其實真的 因為王財华 本身我也跟他 路過好幾次 其實我在他旁邊 我可以很明顯 感受到他的那股能量 而且我們在叫 他那個酬勞 是贏到 請不起了 你知道嗎 然後他說 他說真的沒辦法 因為所有的 都是這樣的 這樣的酬勞 而且都一直在加 你想要把它散 但是年紀 你剛剛講到 關鍵在於 這個黃財神 而且不是很優俗的 只是一個 但是你本身 要有加持 是不是就這個 就是這一針 就是這個 你看妮可 多好啊 因為彩华姐 我認識 她的轉變 我可以證明 那原來 就是因為 她拿了這個 去尼泊的加持 這樣 那大家 真的都很羨慕她 對 大家不用羨慕 因為這一次呢 我們在這一趟的 尼泊爾十二天裡面 就在十個聖地 跟五個 五場 兩個大法會 跟三個法會當中 由仁波界親自 真的嗎 真的 她才剛加持 也許彩华姐 剛剛年紀 講到的 她也許 在仁波界 加持 可能就是這樣的 可是你是十個 場地 哇 那有沒有 影片可以讓我們 大家 乒乓一下 對 我們來看一下 當中其中有一個 杜姆法會 帶回來給大家看 獨木是諸佛之母 是一切諸佛菩薩的媽媽 也是一切諸佛菩薩 事業者 事業者 就是幫一切諸佛菩薩 做事業的人 獨木的原理當中 就有 相為你身相成佛 相為你身相度化終身 她有這種的一些 特殊的 她的有原理 特別是 它要消除疤難 就是世界上面有 八種 十六種等等 所有災難 包括我們 地球活風的災難 還有人生 這個我們所謂 生命的障礙 或者切物的障礙 等等 各種障礙都消失 因此呢 獨木的這個原理 是不可思議的 哇 真的是 我有看到 我有看到這個是五姓財神 你有看到五姓財神了 這個好棒喔 我們把那個財神卡 拿到現場法會的話 來去做加持的話 好羨慕喔 那這樣它那個財神卡的能量 一定非常非常強 我也很想請一個黃財神 聽說在這樣的法會裡面 一定很多的神機會發生 有發生嗎 你有看到 是 你知道其實那個 我們剛剛看到的是 因為是面對著談成 可是它的那個 談成的前面 就是整個這個 我們的這個 所有的喇嘛 還有當天參加 那我們那個地點 這一次有兩個大法會 一個是十輪金剛法會 一個是鍍母法會 那我們剛剛看到就是 鍍母法會結束之後 這個問仁波切 整個的訪問 然後很有趣的是 你可以看到 在那個鍍母法會裡面 很特別 就是 我們現在看的是談成 為什麼沒有拍那一邊 因為那邊全部都 被雨淋了 被雨淋 不可能 尼伯爾很乾旱 對 因為尼伯爾它是這樣 它這幾個月 就是從 應該是十月 還是十一月開始 對 一直到二月嗎 它是整個是乾淨 對啊 所以他們根本 壓根兒沒有想過說 他們搭的那個棚子 因為我們是在那個 大塔的 就是最上面那一層 那一般的 我們去觀光 都是最外層這樣繞 可是我們這一次 是非常特別 因為仁真千寶 仁波切 它的二世的時候 這個塔就是它修建的 它修的 然後所以這次 它可以帶我們到 整個那個大塔的裡面 就是最裡面的那一層 台灣人只有你們 只有我們 然後大家就直接在 因為怕白天 因為我們是一整天的法會 就怕白天會晒太陽 結果沒想到 那就要防水 對 結果沒有 晒太陽沒有防水 晒太陽是防晒而已 防晒 所以根本沒有想過會下雨 可是你知道 那就不可能防水 對 沒有防水 所以等到快要結束的時候 忽然間下了一場大雨 然後呢 可是你知道很感人 那些所有的僧人 喇嘛 他們就是在雨中 把最後的那一段的經文 還有刻意 全部把它弄完 都沒有動 就這樣把它弄完 所以我們就轉過來 變成拍這邊的這個檀城 所以我們剛剛會看到 整個是檀城 跟整個貢品 那些全部在裡面 非常的舒適 然後他們說 重點是說 我想說 怎麼回想 他說你知道這個是一個特別 應該說神機 因為他說一個法會 非常圓滿的時候呢 他就會在最後的時候 天降甘霖 表示整個的撒劑 然後整個的圓滿這樣 然後你知道 林伯爾的那些貴族 都說 好驚訝喔 這種旱季 已經三個月沒下雨了 怎麼會完全下一場 15分鐘就沒了 然後所以後面就是甘的了 就這麼 沒有 我覺得你講這裡頭 讓我覺得最嘆為觀止的 就是 第一 這一般人根本去不了 可是 你是台灣人 而且你去到了 第二個呢 你說你一夠跑幾個勝地 十個勝地 然後辦幾場法會 三場 五場 五場法會 好 然後你又見證到了神機 就是本來不可能下雨的嘛 對 不過我剛才聽到 欣妍有大喊一聲 他大概也看到神機了 你說你看到什麼財神 五姓財神 Tony 這我就要問你了 你說五姓財神 像我自己採訪的生涯 我知道有五路財神 我也知道說像黃財神 等等 但是 你說尼伯爾他們那邊有沒有五路財神 還是他講的是什麼 五姓財神 尼伯爾是有五姓財神的 那個財神的部分呢 尼伯爾的那個五姓財神呢 它叫 然後它是 映化那個五方佛的位置 所以它依顏色來區分 有黃財神 白財神 黑財神 綠財神 紅財神 一共五個財神 對 所以這五個財神呢就是印化了所有的就是當初就是是就是那個他們為了守護佛教所以他們由佛五方佛來印化之後呢來幫助眾生來接近佛法 五種顏色還有一個財寶天王 可是我之前有聽過除了五姓財神還有一個財寶天王 他們的關係是什麼 財寶天王呢事實上是五姓財神的首領 他們都屬於 總管 對總管 因為他們都屬於夜叉神 那個北方多人天王呢就是財寶天王呢 他鎮守北方 所以他帶領的那個那個夜叉神眾就是這些財神 欣妍聽起來你朋友研究喔 真的是叫五姓財神 你自己請過什麼顏色的 因為我先前就是音樂際會的部分 我是參拜的是黑財神 黑財神 對 黑財神的話就是這邊 你那邊就有黑財神 就像你旁邊也有 爸爸媽媽也可以看一下我們電視機上面就是這個 對 常講那個服務雙制 貨不擔心 對 就是其實原本我就是在電視台工作的 但是就是突然之間喔 碰到事情的時候 我手上的節目全部都停掉 就你那時候貨不擔心 對 然後不只是節目停掉喔 那等於我主要的收入就沒有了嘛 是啊 好死不死 那因為我是開車上下班的 然後又在交通上面發生了一些狀況 那雖然說是有保險 可是在保險之前你還是要先去電付啊 我陪你 你陪我 然後很多交通事故 全部的事情都打在一起來 那最主要的是你說那是不是很尷尬很慘 對啊 主要收入沒有了就沒有錢 就要賠錢 對 然後沒有錢就算了 還要墊錢 還要賠錢 那最主要是我們每個月是 背貸款在身上 房貸 對 那這根本就沒有辦法過日子的狀況之下的話 那真的就是必須說 快速 希望對 在短時間之內能夠把這些不好的運氣去轉掉 然後這個時候的話呢 像我這次就有報名參加我們這次的法會的部分 然後我去請了我們的這個黑財神之後 大概算一算前前後後大概三個月之後左右吧 那當然原本的工作都沒有了 那你還是要努力去找新的嘛 大概真的喔 就是請了黑財神過後的三個月開始喔 欸 慢慢開始 因為我努力去拜訪的一些客戶 開始Case開始接回來了 有Case的Income接進來了 然後呢 因為原本就覺得 哇 那你家所以做什麼事情都不成功 欸 這個時候呢 三個月之後 開始有貴人幫我了 貴人來了 然後Case接進來了 慢慢好運也都進來了 就轉換很大 整個這個轉換的這個能量就讓我覺得 真的是他太神奇了 欸 聽到星岩這樣講 我發現呢 他的事業啊 竟然柳暗花明又一春 靠著就是請黑財神 這個很快速的 短時間之內的急速轉移 真的 但是啊 坦白講 我還沒聽過黑財神 我只聽過黃財神跟財寶天王 就是這些財神的首領 但是星岩講到黑財神引起我的興趣 但還有多少財神 可以讓我們所有的觀眾朋友都能夠 中陽變色 像他一樣柳暗花明又一春 拐大吉 廣告回來之後 我們馬上來告訴你 歡迎回到潘朵拉辛勤box 這一集我們在講財神 坦白講觀眾朋友你一定眼睛真的很大 因為我們每一次到了這個過年的時候都要贏財神 我們會去拜五路財神 對不對 財神爺爺來的時候 我們還要去搶摸那個轎子 因為我們要賺錢啊 是不是 好 可是我剛剛聽到星爺爺你說黑財神 我還真沒聽過 可是沒想到三個月耶 好快喔 急速轉運 對 急速轉運 你可不可以告訴我 從黑財神這邊讓我知道 其實我們很多人對於五性財神 還是沒有那麼熟悉耶 介紹一下 為什麼五性財神跟我們的感應特別的強 對 我這邊有一個表 這是佛教講的三界二十八神天的一個表 它裡面原則上講玉界天 色界天跟無色界天 那玉界天它有六個天 我們講說六道輪迴就講 就講著玉界天的輪迴 那裡面有一個六玉天 就是說六玉天裡面有第一個就是四天王天 就是我們講的北黃多文天王 這就是我們講的這個財寶天王 那他們的財神的天是屬於在這一天裡面 因為同領 夜叉 神眾 對 然後過來就是道立天 道立天事實上是釋迦摩尼佛 跟他媽媽為他母親說法的地方 然後夜摩天 多率天 就是我們知道彌勒佛 他在的地方 彌勒內院 對 然後畫了天 他畫自在天 那為什麼財神會跟我們的感應 會這麼快速呢 主要原因是說 我們人界離這個四天王天是非常近 等於人界的上面 其實就是四天王天最接近的 對 最接近 人家上面有一個阿修羅 阿修羅上面就是四天王天 那四天王天裡面的感應最快速 那有一種說法就是說 就好像說你們家的事情 你有時候找土地公就好了 不用跟預防大力報告 這是一樣的概念 因為他比較近 感應比較強 那Tony你看看 我們這邊有特別寫到 我們寫的五性財神各司其職 那你可不可以稍微介紹 像觀眾朋友介紹一下 每個顏色 好的 像環財神 我們剛剛講的因為他是整個五性財神的首 因為他那時候立了戰功 所以那時候保護了四天王魔女 所以他目的就是開始消除夜餓所在的貧乏 那這個是非常適合一般人修的 這也是最多人修的財神之一 那白財神的部分就是說一般我們對遠離貧窮貧困 一般比較窮的那個人他們事實上是蠻適合修白財神 因為白財神是有觀音菩薩的願力在存在裡面 對然後黑財神的部分他有一個故事就講說 他幫助一個國王重新取得他的江山 所以他對那個適合負責 可以適合財富有這個典故 然後他對於那種長期受貧困所苦的也也非常適合的 然後還有就是他對剛剛講的就是說 他對可以快速給付 而且他對偏財神 事實上也很大 所以他當初決定請黑財神也沒有錯 因為他工作丟了嘛 對 他要適合負責 而且他要快 對 是的 像一般被劫財的東西 黑財神是最快 被劫走了 趕快修黑財神 把他劫回來 紅財神一般是對廣泛結緣 因為他就是人員會非常好 人脈非常好 就是像明星都喜歡修這個 紅財神 難怪就是業務型的也是 沒錯 所以對高 權務員非常高的一些政府官員 或主管級的他們都修紅財神 對 他需要人員人脈 綠財神比較特別 綠財神就是說 基本上你一定要有錢的人 你要持續你的錢 你才能夠再修綠財神 因為他是屬於金字塔頂端的 金字塔頂端的人就會修綠財神 因為他要更有的 更有 我們很多觀眾朋友 其實家裡面也是屬於經濟狀況不錯的 那他好要更好綠財神 但是也有可能是不是可以 比如說他是做官的 他又要失而復得 他是不是可以請兩軍或三軍 就又黑又綠嘛 其實老實說真的 這邊有什麼對與不對 對 沒錯 那財寶天王 財寶天王一般就是五性財神 所以他領導他的五重 而且他對佛教的負持非常重要 所以一般我們在講說 我們要修這個財寶天王的時候 我們叫負持活法 感應會更快速 對 這個說法 年紀 那就都有了 剛剛聽到你講王財寶 我是覺得真的感應很強 因為我們都見證他的很明顯 有沒有年輕一輩的藝人 也是靠拜財神 結果大發特發了 對 其實年輕人 他有這個上進心 這個比比皆是 尤其藝人裡面有個很成功的例子 誰啊 我們的蕭雅軒 Elva 你別看他 蕭雅軒 他是從國外回來的 但是你知道嗎 他是弗妙就拜 為什麼 因為他要出創片出專輯 其實有拜有差 他其實台灣 包括這個行天公 龍山寺什麼 寺面府 他都拜過了 他有一次去北京 這個巡演 巡演完之後 他們就說 其實現在那邊有一個 就以前雍和宮改的 現在已經叫喇嘛廟了 你要不要去拜一拜 結果他就跟經紀人就去拜 但他有一種 到那邊之後 他有一種很神奇的一種感覺 就好像 就覺得好像有很多事情要講 結果他在裡面 其實他們去的時候 他就一個一個這樣拜 就大概有好幾個地方 就一直拜 一直拜一直拜 花了大概 和台幣才一百多塊 因為他們要買東西 是 竟然拜到什麼時候你知道嗎 拜到那個人家裡面 來請他們說 這兩位小姐 因為他跟姬姬 我們那個要關門了 我們宮要關門了 他才驚覺說 一個人拜到一個人天安屁 拜到路 他已經拜入神了 所以他就覺得 他那一次在拜的時候 他覺得很奇怪 就覺得好像他走不了 就在裡面一直講 很多話一直講 拜完之後出來 他就覺得說 好像滿有收穫的 就回來台灣之後 他就開始宣傳 他那新的專輯 那張新專輯 大發特發 那張專輯 種得非常的厲害 而且他其實 他在拜的時候 他也特地講說 要求全家平安 其實那陣子就說 家裡就是很順利 包括他的事業 又特別的好 所以他從此就 賭信這個 其實也就是 所謂的皇財神 他在比 特地求這個東西 真的 他這也是我講的 就天注定 你看看他 什麼時候不拜 那時候去拜 什麼時候不拜那麼久 就那天拜特別久 然後就拜那麼久 他就紅了 對 因為我之前 在北京待了七年半 所以我知道 雍和宮本身 除了這個皇財神 還有財寶天王 還有好幾個財神 那我就知道 台灣有非常多人 在拜財寶天王 但是大家可能對財寶天王 沒那麼熟悉 不了解 對 Tony 財寶天王 怎麼來 跟我們大家講一下 財寶天王基本上 他是最早期是印度教的神 然後他那個叫 夜叉叫 Kupiro 叫做Gipiro 然後因為他 修行非常好 所以大凡天王就封他 正守北方 正守北方 北方多文天王 這個天 所以呢 因為這個緣故 在釋迦摩尼佛要涅槃的時候 特別請四大天王去 然後財寶天王就講說 我要 我當為利益眾生 我要賜給眾生財富 然後讓眾生可以 廣傳佛法 因為有這個典故 所以財寶天王 在佛教界也是非常 名聲非常大的 對 你看其實Tony剛剛在講 我們電視機上面 不是都有那些 財神跟財寶天王的卡嗎 可是我們一開始就有講 你看看像心妍對不對 自己法會也有請的 還有Tony旁邊這些 這些的財神卡 我告訴你 我右邊這位NICO女神 她已經一開始就說 她跑了五個聖地 十場法 十個聖地 十個聖地 五場法會 這樣一路辦起來 所以一定很多嘛 這些卡 沒有啦 我這趟 你想我一個小女 弱女子 要帶 那所以到底是 大概多少 有多少這樣的卡 因為我這次其實就是 因為有很多工作同仁 也跟我拜託要請去 所以事實上數量不多 但沒關係 反正我們很阿沙里質問 我們給節目中的觀眾 一個來節約 財寶天王的 你聽到這 我說真的 要趕快跟我們製作單位聯絡 我這一次是真的 卯足了敬意 跟你說一定要這麼做 因為財神卡 這不是公生球 財神卡直接就是說要賺錢 而且最重要是 這一次的這個 這次的這個 五性財神卡 還有加上財寶天王 其實還在尼泊一個 非常特別的地方 特別加持 那個是平常大家進不去的地方 那可以等一下告訴我們嗎 好讓我們知道 為什麼這個財神卡 可能又是掛特寶的 趕快回來 為你揭明 歡迎回到潘朵拉 心情巴士 這一次我們剛剛講到的財神卡 結果妮可帶到了尼泊爾 聖地還有仁波切 然後辦法會加持 我光聽這樣下來 這個我先講 這財神卡 你一定要給我 我身為你的partner 我先講 我一定要有 但是更讓我覺得 我現在異常興奮 是因為你剛剛說到 你還帶到一個 很特別的聖地 什麼地方 那個這個地方是在尼泊爾 就是一般他們的達官貴人 或者是演藝明星 一定會去拜的地方 叫做馬哈嘎拉 大黑天的一個寺廟 然後這個是幾千 就是上千年的這個佛寺 他們從來是不讓人家 第一個不讓人家拍攝 那我們能不能看 對 可以看 但是他也不開放給人家加持 所以這次我們是 仁波切帶著我們在那邊 加持開光 在這個馬哈嘎拉 哦 你有帶影片哦 來 一起看VC啊 馬哈嘎拉是金剛城的最主要的護法之一 我們在尼泊爾 在這個地方 不管是正上名流 不管是民間的所有信眾 都是一定會拜這個地方 這裡大家都說這個法力非常強 因此呢 很多人說心向是正 大家都說有時候呢 有時候呢我們這個地方 全部是基曼人 好像是水泄不同 就是這樣的 對馬哈嘎拉來講的話 馬哈嘎拉是我們在金剛城的最主要的護法 是一切護法之王 他主要是保護說法 保護眾生 保護修行的人 修行人的心善 心菩薩多的時候 馬哈嘎拉會保佑 同樣的做生意的人也好 做實現法的人也是常常在這裡拜 大家都覺得是不管任何人拜 就是會實現他的願望 會保護他 我剛剛聽到仁波剑講說護法之王 馬哈嘎拉大黑天 你去了 去了 但是因為時間的關係 那邊真的有發生很多特別的事 你說 你知道平常都水泄不通 可是那天我們要去的時候 就忽然間整個被淨空 然後呢 我們在裡邊這樣子的修法的過程 然後大家這樣繞 然後持咒的時候 那種整個那個連他們的妙柱都出來 直接為我們去做這個整個修行 為什麼 為什麼 你去就突然出現 有這樣的神器 我覺得應該是那個整個天 那個時間跟空間 在那個時間點 就讓你在那個時候可以完成這件事 所以你去了 然後你也遇到這麼殊勝的特殊的環境 但是晚上 剛剛那個影片 其實我們是晚上修的法 也加值了 對 卡呢 卡 我帶回來了 有嘛 所以有嘛 對嘛 有節緣嗎 可以節緣嗎 有 OK 好 觀眾朋友 你知道我這個人向來不喜歡浪費時間 我還有問到重點 好 那我們在期待這個 我們講 馬哈嘎大黑天 殊勝加持的財神卡之餘 我還是要再問一下 對 你說這樣這個財寶天王 或者是黃財神 還有哪些藝人有在拜這種財神的 其實還有這個企業界的名人 我跟你講 你真的要到處去看一些好的地方 找到好的東西回來 就像Nicole一樣 是 這個呢 是這個太偉公司的老闆 你知道嗎 太偉是做博弈的 做博弈的 博弈的 然後就是說 蠻相信這個所謂的風水啊 財運的 那他各地都帶了很多的這個收藏品回來之後 他在他的辦公室做了一件事情 他就特地弄了一個辦公室 把這所有收藏品都放進去 放進去之後呢 大家就發現說 有一個很特別的東西 黃層層亮晶晶的 黃財神 就供在那裡 包括他自己 包括所有員工 經過去 經過的時候就會 每天來上班的時候 就會對那個 對那個黃財神這樣子 微笑一下 微笑一下 講幾句話許個月 你知道嗎 發生什麼大事 他們這個做博弈的 你知道這個風生水起的時候是很可怕 他這個從幾十塊的股價 在這個財神進來之後 一度飆到三百塊 對 他做電子機台的 對 飆到三百塊 所以他們就覺得說 哇 這些黃財神 真的是財運這樣滾滾而來 所以他這個幫助了他自己 也幫助了什麼 所有員工他都受惠嘛 所以員工每天上班就 上班的時候就這樣 賺多少錢 講到賺錢 那就是要問欣妍 欣妍 我們這個常常講說做生意要有業績 你一定看過很多大老闆 怎麼樣增加業績的嘛 對啊 因為我剛剛就講到說 那重新要開始打拼的時候 重新要接觸新的case嘛 對不對 我上次去拜訪我們客戶的時候 我去他們公司 然後就看到 他老闆的辦公室裡面 就有一張很大大張的糖卡 那我就去請問他說 你們這個也是很虔誠 在這邊做一個信奉這樣子 然後問他就告訴我說 這個是我們老闆特別去請回來的 他說叫做紅財神 紅耶 紅財神 我說而且他就只要他告訴我說 自從他們老闆開了這個公司 然後又特別去請了這紅財神回來之後 對他們整個事業的部分來講的話 不但是蒸蒸日上 而且是越做越順 然後規模越做越大 那像前面Tony有幫我們做一下一些介紹嘛 所以像紅財神的話 這真的是知道他的人 了解他的人還特別去請的對不對 對 所以不同的職業請不同 或不同的情況 請不同的財神 感覺這個紅財神給那位老闆 好像做人變得變八面玲珑 然後更多人幫他的樣子 基本上紅財神呢 他就是人員會非常好 這有一個他的特性 所以他整身是紅色的 我們這個糖卡呢 他是雙生的 他是跟財源天母佛母在一起 那基本上紅財神呢 他是西方阿彌陀佛的化身 對 所以他是紅色的 他是有相對應關係 所以他在對於那種緣分啊 什麼的那個很有 他可以繼續收集人氣跟財力 所以一般都是那種做官的啊 藝人啊什麼 他們拜了財神 對他們講比較有幫助的 是 感覺年節像你也應該很需要這種 我非常需要 因為你要有更多的工作機會 其實在演藝圈來講 就是桃花 所以演藝人員也非常需要這個 所以這樣我感覺有的人 可能他就要請兩尊或三尊 因為他的需求跟那個不太一樣 還是說因為他們的法律 可能高低不一樣 至於說他們的法律呢 是因為是佛教是講八分四千法 對應個人的習性 他們事實上沒有法律上的差別 因為每個人不同的性質 所以他給予不同的方法 那財神呢基本上 這就是要解除我們的痛苦 然後給我們財富 所有的障礙可以消滅掉 然後呢 就我們秘教裡面財神 它有分三個 第一個是外財 就是我們講的實際上的財富 然後就是我們爭取的一些物質 各個的內財的部分 內財就是講我們心心 那修了之後呢 就是我們心裡很滿足 不再貪心的時候 我們也是非常快樂的 那達到的是我們富有的目的 是一樣的 內在富有 那你有是秘財 秘財的部分就是 你體驗了財神的整個精神之後呢 你就可以跟財神做很完整的連結 那你可以變成他的眷屬 那他會重啟守護你 大概是講這樣 因你的工作 還有因你的本身的職業 還有你現在的經濟狀況 可能會有不同的需求 但是財神爺爺他本身是 並沒有法力大小之分 而是看你的職業跟法門 是 但是觀眾朋友 講了這麼多 我知道你跟我都想的一樣 都希望能夠把這個帶回家 來跟我們的節目趕快聯絡 因為呢 今天脫妮可的福 他有把這些財神卡呢 數量不多 從一波聖地直接帶回來 因為小女子的力氣不是太大 是 我們都希望 沒有辦法帶太多 沒關係 力氣大小不重要 法力沒分大小 最重要的是 只要你能夠得到的話 2017年也在大看集 一份心意 是 這份心意希望你能收到 廣告之後回來 歡迎回到潘朵拉心情BOX 這個剛剛我們講到了 馬哈卡拉大黑天 是什麼 是一個殊聖的聖地 對 我聽到仁波聖講 霧法之王 對 那我相信你們在那邊 做這個加持的法會 也不一樣吧 一定有更特殊的法會吧 對 當然 因為這次呢 就是因為我們這次去了 十個聖地 然後有無常法會 是 那其中當然有一個很 一個是千年的金剛亥母 千年金剛亥母 而且是應該是現在目前全世界 最古老的那個 海姆的佛式 然後呢 我們也在那邊 有一場很殊聖的法會 然後真的法會裡面 我們帶回來影片給大家看 一起來看筆下 這裡是叫三口 尼泊爾最古老的城市之一 也是你最古老的一個寺廟 這裡面最供奉的是金剛亥妾母 金剛亥妾母是諸佛之母 所有佛菩薩的母親 因此呢 所有我們修行的人 尤其是金剛城的修行人 沒有一個人 不知道金剛亥妾母 這裡 這個裡面修的人 都是接力非常嚴謹的 平常不會碰別人的身體 也不太會直接接受別人的供養 因此在這裡呢 我們通常成為 這個金剛上士家族 他們是一個家族館的 從以前開始到現在 一直在他們有特別的一些 修法 對外不會傳的這種的 我們說秘密的一些修法在 但是這裡是一個金剛城的 信仰的中信 非常中有的一個身體 所以這個馬哈嘎大黑天 然後又有這樣子殊勝的法會 金剛亥妾母的千年 那你應該帶個幾千份去加持吧 我又不是 叫什麼 我又不是貨櫃車 我哪有辦法 那所以 到底多少 我只有帶幾十個 對不起 你帶幾十個 你有什麼 What's wrong with you 大老遠去哪 然後你帶幾十個 這很不容易耶 我一個弱女子 然後我請攝影師幫忙 攝影師說 她也很想扛多一點 但是真的就沒關係 這就是姻緣啦 OK 有緣 那我們就可以跟我們節目 有這個機會啦 那沒有緣 也沒有關係 以後還有機會 不過 我懂你的意思 但是我真的要跟觀眾朋友講 真的講到財神 這不是公生球 我真的希望觀眾朋友 你一定要能夠跟這個財神來結緣 因為它是最 因為這太重要 不過Tony 我們剛剛講這麼多 你在尼泊爾還看過有哪些財神 我們剛剛沒有聊到 像白財神 對 白財神 白財神 白財神原本上是 那個觀音菩薩 他會感念阿底霞尊者 他對貧窮人的慈悲 所以他從他的左邊眼淚發成肚母 右邊眼淚發成白財神 所以基本上 拜牌財神等於是得到 觀音菩薩的加持 他可以讓人家很貧窮的人 可以迅速脫離故障 是這樣子 脫離那個貧窮 是 很貧窮的 等於說是照顧到這個 下面的這個階層 脫離掉他這個貧窮的狀態 是 不過我還是要問心眼 因為新聞 心眼代表我們觀眾朋友的哪一種族群 你知道嗎 代表的就是我們壽星階級 對 我們是很貧窮的 我們很貧窮 媽媽 你現在在看我們節目的同時 說真的 你學生你女兒 也是在外面吃人頭 你擔不擔心他被老闆說裁員 或者是被那些小人給擠掉 給擠掉對不對 突然像心眼那樣丟工作 所以心眼講的我覺得特別讓我們要挺 心眼你周遭還有沒有像這樣的例子 也是有養財神 所以變成金鋼護體 百毒不清 還有大堆錢 有耶 就是像我們同場法會的時候 我們去特別請 像我是自己請黑財神 我朋友他請的是財寶天王 那他們平常夫妻兩個 請了財寶天王之後 每天也都有在持財寶天王的法這樣子 然後他最明顯的一件事情就是 就是有一次他先生在上班的時候開車 在高架橋上面就發生車禍 然後那個車禍真的是很可怕的車禍 他先生的車頭全凹 可是人沒事 車頭全凹人沒事 倒過一節 對 所以我朋友就深深的相信 是財寶天王救了他先生 幫他先生擋了這一節這樣子 那所以我們真的是覺得說 真的是你要相信 然後用這個感念的部分來講 真的是有特殊的一個感應到 財寶天王 財寶他是天王 所以你看我們常講 健康就是最大的財富 他朋友是先生保住了命 才能賺更多的錢 沒錯 不過我又看到 我是代表什麼階級 你穿著那黃色的衣服 拼命的在點頭 看來有很多話想講 年姐 你自己也有這個 我這次要聽你自己的 那我們這個財位的地方要乾淨 要常常擦拭 然後那個東西要放珍貴的東西 你不要這樣輕輕拆拆 不要拆拆把它放在那裡 那你的財位就不乾淨 對 要擺好的東西 珍貴的東西 旺的東西 就像黃柴神這個卡一方那邊 金光閃閃 然後他非常珍貴 又像說 尤其像Nico這樣子 千里迢迢帶回來 那更是彌足珍貴 所以主要的財位 你一點還給很珍貴 很好的東西 非常旺寧的東西 把它放在那裡 然後每天保持乾淨 每天對它很沉浸 心塵則定 我覺得這樣的來講 是對你最有用的 這是我累積多年來的新的經驗 但是你知道嗎 放完之後發生什麼事情 什麼事 其實你知道嗎 我以前就是有時候亂放 那也不管它 然後後來我很恭恭敬敬的 把它放的這樣子 很整齊 然後幾個方位都有了之後 放完之後 你知道嗎 我光是坐在我的辦公桌裡 坐著而已 錢就掉下來嗎 那個電話突然 你看 二十幾通電話 二十幾通 然後每一通都是重要 都是大的通告 如果是讓你賺錢 通告 就完了 我離開那裡之後 電話就沒去 我又再坐下來之後 一直站起來 一直站起來 我會嚇到你知道嗎 坐在那裡 好像就有一個金剛附體這樣子 所以其實你真的 當然你是新陳哲霖 但是你不會退去 重要的地方 就是要給他擺最珍貴 最好的東西 最忘你的東西 難怪剛剛年姐在聽 他一直很想搶話 因為 欸 他這個卡他放下去 他只要坐在那 那機就一直給他砸頭 一直砸下來 就電話一直來 二十幾通通 一直插播 一直插播 剛剛聽到他說很重 所以這個數量是真的有限 那希望觀眾朋友呢 跟我們節目在聯絡的同時 你一定要把握這個機會去結緣 像我自己 我剛剛已經用千球半球 半球的 球妮口一定要給我 因為財神 你想想看 我們常講 是初五營財神沒錯 誰讓你不讓我一起去 初五營財神 初四晚上十一點 你去財神營廟 你去看看 抱歉你根本擠不進去 滿滿都是人 他們是不是都在等著要 對不對 可是我們現在講的是 是從尼伯爾 而且是從蘇聖之地 什麼大黑天 馬哈嘎的大黑天 金剛亥姆 還有那個杜姆法虎 對 所以你說這機會 是不是百年難得一見呢 好 來 在你跟我們聯絡的同時 我利用一個最後一個空檔 我問我們現場的來賓 天姐 你會想要什麼樣的財神 我現在有這麼多的這個 我還想要有一個 就是紅財神 因為我需要人員 需要桃花 需要好的新的人脈一直進來 我可以忘到我自己 可以忘到我的藝人 可以忘到我的所有的藝人朋友 就是對我最重要的 紅財神 我知道 就做人比做事重要 對 好人員 好機會 真的要學做人 對 所有人都受惠 對 紅財神 那欣妍呢 像我剛分享我朋友的經驗 對 我想學我朋友一樣 我也要再多請一下 就是我們的財寶天王 因為剛才我們說 財寶天王救了他先生之外 人保平安了以後 他那一年 他先生還用年終獎金 額外的獎金 又換了一台車 因為本來車子被撞壞的嘛 他就是因為有了那個 財寶天王的加持 年終獎金再換了一台車 那等於就是 消災解惡的同時 那又有另外的財進來 那我也希望能夠學他一樣 我要再請一下 就是我們的財寶天王 然後可以放在我的書桌 那我也要有智慧財 他等於說財寶天王 讓你朋友先生免於禍害 然後又立有後福 對 又有財進來這樣 我也想學他 我蠻適合整組的 整組 對 因為這個是全部都要 特殊的基階 是的 特殊的基階 也會不會有 通常 添添沾講三萬公都是 要求最多的人 我們台灣有一首歌 叫作 《拆生刀》 《拆生刀》 真的有家門口 但不是唱一唱 他就真的到你家門口 真的 我們今天叛獨達心情霸實 有這份心意 希望觀眾朋友 能夠跟我們節目聯絡 來跟這些拆生卡 一起來結約 讓你們大探集 我们下次见 拜拜